他告诉大家这个民主转骨汤呢 很好 台湾人喝下去之后呢 现在台湾已经多汗了 然后他还告诉大家呢 说这个他没有输 因为你看看支持他的这个票也很高 我们就请韩兵都来谈一下 韩兵 这个投票率真的超高 投票率是台湾这几年罢免史上呢 最高的一次 韩国瑜那次呢 我们看到也才四成多 但韩国瑜那次四成二嘛 投票率 黄洁那次呢是四成一 王浩宇那次只有这个两成八 黄国昌呢也是百分之二七 他这一次呢破五成啊 超高的 但是你看看啊 这个不同意确实啦 这个票数也很高 所以到今天呢 这个焦灼 我想你今天也看到开票吧 是不是也很紧张 谈一下你的心情 我比如说我大概是少数 在电视上 我很久以前就讲说八成五会议 但你会不会觉得 我觉得这个同意票数 其实要不是到最后 我们看到民进党这样全党撒下去 这个票数说不定还应该 更高 我觉得还有这个 现在选区民慢着一股 下次不投他就好了 这个声音确实是有发酵 否则的话 你觉得这个同意的票数 会不会更高 老实说我真正紧张 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啊 为什么 因为昨天晚上 我有去3Q总部那边 他们有办一个活动 那就是也赵钢先生 他们其他几位也都去了 对 去的时候我有跟3Q总部这边的人谈 他们其实里头有好几个人 好像相对是比较悲观的 因为他们觉得选情好像有点冷 他们怕票数吹不出来 怕投票率不会这么高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他们是在地人嘛 我那时候听他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才开始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 像3Q这么烂的人 因为罢不掉 台湾还有天理嘛 然后结果 我昨天晚上听他们讲之后 我就想投票率不会这么低吧 因为那个时候我估计大概 再怎么样拆应该 不会低于四成以下吧 不可能这么低吧 但如果说今天投票 如果只有四成的话 那就输掉 罢名就不成功了 其实就是这样 今天罢名能够过 是因为投票率超级高 高到五成以上 是吗 但你不会担心 高投票率就是因为 回去的年轻人出来了吗 我昨天因为刚好 我就坐高铁去嘛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 真的蛮多年轻人坐高铁 真的哦 真的很多年轻人 真的很多人 所以这一次确实 有一些年轻人回去投票 这次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回去投票 这投票率高不见得保证 不见得保证是会过 说不定是回去挺他的呢 对 所以当然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 通常罢免这种东西 是你要去 让人家去投同意 是要比投不同意更困难 对 投不同意要比投同意困难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 只要投票率高 对同意这一方是比较有 相对比较有利的 那可是这次冲到这么高 可是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双方都过了 百分之二十五的门槛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即使在台中第二选区 是这么烂的一个 陈柏惟 都有将近一半人是支持他 那这显然不是因为 陈柏惟个人的功劳 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好 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 这一次很明显 就是单纯的一个蓝绿对决 所以也不是他个人的失败嘛 是 也不是他个人的失败 其实这一次是民进党的失败 不是陈柏惟的失败 那但是你说真的是失败吗 我只能说又回归原点 因为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过去在台中第二选区的话 过去在这里 人家每一次都有赢 但赢了也不多 就是赢了几千票这样子 那当然上一次是因为 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是因为季国动有参选 所以拉大了票数 把那个 他拿掉一万七千多票 不然的话理论上这些票 大部分可能会投给严宽恒的 那可是呢 表示这一次重新回到蓝绿的时候 又回到一个正常的蓝绿状况 也就是蓝军在那边 稍稍大于绿军一点点 对 没有很多 那可是大家想想看 这是在陈柏惟这么烂的一个人 加持下才这样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严加的补选恐怕更努力了 因为你恐怕没有努力的话 也许民营党不知道神来一笔 推出了谁 你可能要补选 不是这么容易 也不是那种完全 桌上取局这么简单 那同样的我也必须说 其实大家都在看 大家可能很高兴 不好意思 我可能有点泼冷水 就大家都觉得赢了 非常高兴 可是我真的觉得赢得太少 我真的觉得赢得太少 很惊险啦 真的我觉得也算是低空飞过 是低空 其实是非常低空飞过 大家要知道赌盘最早是开9万5 我赌盘看到9万5 对最早看到9万5 然后一路往下修 修到听说 我刚刚听另外一位媒体员讲 修到上个礼拜的时候 已经剩7万5 所以你觉得呢 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这个票数慢慢慢慢下来 支持慢慢慢慢下来 是为什么 它的苦行有效 民进党的动员有效 蔡英文的讲话有效吗 其实今天要来这个节目之前 就是我有跟3Q总部人里头联系 然后我们告诉3Q总部里头的人 告诉我说有一个民进党的地方 民意代表 跟他讲说这一次 我们民进党没有真的动员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看3Q在 他是个障碍者 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个麻烦 我也听到很多这种声音 所以我们就没有真的动员 所以你们放心 这次3Q你们会赢 我问她是 K